開始當然 你如果不確定到底會不會成功之前 記得也不要 很 直接按這個 因為這個很容易就 很挫折 因為亂就錯了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記得F8 試一下F8慢慢來 編譯錯誤 為什麼 因為這個沒有引用 我剛剛不是引用嗎 A D O Microsoft Active 所以Microsoft A 應該是Active Microsoft Active 我知道 因為好像要重開一下 他 按F8 OK 然後可以亂了對不對 然後也找到資料 表的資料庫連線了 然後slate出來了 他現在已經放在記憶體裡面的買RS裡面了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呢 就 新增 一個新的 然後叫做 問題 2 然後把資料貼過來 再來的話換下一個 新增下一個就是 小咪 小咪有了之後資料要過來對不對 資料 查出來了 沒錯 如果你這一行過得去 表示你C口沒錯 再來怎麼樣呢 再來再選 其實這一行好像多餘的 我們再來看 然後呢 再把 查出來結果 摳過來 並且怎麼樣呢 幫我 藍寬自動調整一下 OK 換NAS 再 add 小章 查出來 老王 查出來 英雄 菜頭 好 通通沒錯的話 就直接按一個執行 全部跑完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我們樣的結果 OK 所以 剛剛改的地方 特別注意 主要就是幾個地方 我等一下再做一個整理 我把那個圖檔 我修改的部分呢 再做個整理給各位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